五一没放假的男人正面无表情地加班 可是这时 打印机忽然冒出来一张奇怪的A4纸 男人疑惑地拿起来 却又简单认为这只是游墨问题造成的 可是当他随手把喝完水的纸杯丢上去 一切似乎不一样了 纸杯居然神奇地消失了 男人看着A4纸不由地伸出了手 却错愕地发现游墨后还有空间 而且还顺利从里面捞出了纸杯 这可把男人好奇坏了 连忙拿起纸张伸手就开始试验 当研究出一些奥秘后 男人认为自己发现了不得了的东西 他四处搜寻可以试验的地方 却正好看到了自动售货机 于是大步走了过去 只见他把四指往上一停 咔的一下把手就伸了进去 随后一大把蜡条就这样被拿了住 男人转身就开始大口地嚼着 可是忽然 他的眼神看向了财务室 一阵凝视后 此刻他忽然觉得 嘴里的蜡条有些不香了 欲望战胜了理智 男人把四指蒙在门上 直接把手伸了进去 门咔哒一下就被打开了 随后他静止走路 一把把四指蒙在保险箱上 当看到顺利取出的一口钞票 男人邪魅一笑 而后继续着疯狂行为 随着他脸上无尽的贪婪和兴奋 地上的钞票慢慢已经堆成了小山 可是显然男人不满足于此 他嫌弃手拔得太慢了 直接手脚并用地钻进了保险箱 可是就在他刚进去 一四指瞬间掉落 保险箱里只剩下男人的敲门语呼作声 如果这个一四指在你手里 那你会拿它做什么呢 我会拿它做什么呢